好 同學歡迎收看TVC凱耶數學 我們來進入第50題 類題都是剩餘 再去分的問題 三個兄弟何吃一個香蕉披薩 老大先吃全部的三分之一 好我知道老大 他吃了三分之一 所以剩多少 剩 三分之二嘛 所以我先知道說這裡有的剩下是三分之二 那老二吃多少 老二他是吃剩下的五分之三 然後他吃剩下的也就是三分之二裡面的 五分之三 所以 老二吃的 叫做五分之二 對不對老二吃的叫做五分之二 那老三勒 好老三一樣跟前一題一樣老師給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叫做一個蛋糕 好 扣掉老大吃的三分之一 那我也可以回答誰吃的最少 一個人吃了三分之一 一個人五分之二 一個人十五分之四 把它都通成一樣 好不好 寫的比較 仔細一點 讓你們去看他 十五分之五 今天好做十五分之六 所以吃的最少的叫做 老三 所以打 老三 好 這個 沒什麼問題 就老大老二老三這種基本的提醒 再來 那我一樣想要再補充一下那個老三的部分 你知道老大吃完之後其實是剩下的三分之二 而我老二吃的是剩下的五分之三嘛 所以如果他吃剩下的五分之三 那老三其實是吃了 剩下的幾分之幾 他吃的當然是剩下的 五分之二啊 所以他吃的是剩下的五分之二 所以其實你只要再把三分之二乘上五分之幾就好了 二 所以答案一樣會得到十五分之四 但是 一樣可以比較俐落一點 那無論如何答案都一樣 叫做 老三 OK